同学们,你们好 那么老师,要同学们为自己准备习字布 那么习字布我们首先需要白纸 你们可以拿大张的A3纸,A3纸 那是最好的 如果你们没有,可以像老师一样准备A4纸 那么你数一数 我们大约你可以先数20张 那么你们也可以用废纸 比如前面已经有印过 但是后面还空的纸,你们都可以用 之后我们需要叮咚机 我们需要这一个两条线 我们要做咕噜咕噜String 还有这一把,一把剪刀 好,所以呢,你们拿出棉线 选两个颜色 然后它的长度大约是你拉 拉到像你的手那么样 到你的手打开到完 你的手打开到完那么长 之后你用剪刀剪一下 那么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做咕噜咕噜String 你在咕噜咕噜String的这边一开始呢 你可以先打一个苹果结 好,像宝娟老师教的打一个苹果结 然后你慢慢的去这样子 一直 你像宝娟,哦,转了哦 你一直这样子转,转,转,转 转到它密密麻麻 好,老师,现在我们和你们一起卷 好,同学们,我们先卷一卷 好,同学们 你们都卷好一条长 长的咕噜咕噜String了吗 那如果你卷得好 它会这样子自己 卷起来的哦 好,那么我们给它卷在一起 好,我们再稍微卷在一起 你看它们就会变成好朋友了 好,那么这样就足够了 好,我们把咕噜咕噜String完成后 我们先放在一旁 然后呢,我们的这一个纸张 我们需要夹动 然后我们可以把纸张慢慢一部分一部分 折一半 折一半 然后你看一看 然后你看一看 这里有一个三角形的 你把折一半的这个 看到吗 三角形的前面 放在那个那边 好,跟下去 对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纸 用这个咕噜咕噜String 跟它绑起来 我们可以用咕噜咕噜String 绑起来 等一等 等一等 这个老师要一个一个来 那么以后同学们 如果你们的席字布呢 已经全部纸用完了 你们还是可以加纸的哦 好,如果你们这样子做是可以加纸的 好,然后我们这样子绑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好,我们把它轻轻的绑起来 好,你们看你们的席字布就完成了 非常的漂亮 好,同学们 那么呢,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席字布 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席字布做一个漂亮的封面 好,老师会用老师的一本旧书做席字布哦 好,老师打开第一页 你们就用你们这个席字布的第一页 来写上你们的题目 老师要同学们准备蓝色、紫色和红色的蜡笔 蓝色、紫色还有红色 好 Oops 好,我们先写上洗 好,等一等哦 老师移一移 好,最顶端 让老师试试看些 习 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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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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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起来 洗字 最后老师写 不 你看老师每一个字都写得 远远的 好 撇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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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看好哦 这个字有点难 不过我们可以慢慢写 不着急 下面一个处 这就是洗字簿的写法 那么在下面呢 同样的你们可以写 用你们喜欢的颜色 可以用喜欢的颜色 写上 你们的名字 要是写上老师的名字 用繁体哦 那么写名字之后了呢 我们 可以 布置我们的 席字簿 我们可以画我们 喜欢的东西 在我们的席字簿上 我们可以布置 比如老师想加一些 橘红色的边边 都可以 自由布置 老师就不教你们布置了 老师要看到 不一样的布置 好 那么席字簿呢 就这样子完成了 明天我们会开始席字 拜拜 拜拜 拜拜